就是我姑娘跟我说 我有只仓鼠流鼻水相过来看 她拿一只老鼠出来 这么大 她的条尾这么长 那一刻其实就 当然就要顾作镇定 你害怕的 内心就 我不是害怕的 但是 咬吗 我是咬 兽医这个行业很贵 收得很贵 收得很贵 是不是真的这么贵呢 就是比看人贵 其实如果你逐样秤的话 人是贵一点点的 是的 就是例如我们说 做一个手术 你设计一个肿楼 人设计 接个楼可能几十万 兽医可能几千元可以做到的 人的就会在一个医院设计 可能兽医就在一个诊所里可以做 这个最奇怪的动物是什么 奇怪的动物 其实没有什么动物特别奇怪 不过有些就比较深刻 我以前在一间做 比较多的真琴二寿的诊所 就是用孔雀来医 哪个孔雀就少了 它不开屏 其实真琴二寿 我们说的都是一些 small manmo 就是pocket pads 例如仓鼠和小兔子 像小兔子 是的 那次他打电话来 我姑娘跟我说 我有只仓鼠流鼻水上来看 我说没问题 是仓鼠 可以很简单 叫做仓鼠 他一来 那个龙这么大 仓鼠不是手掌 是的 而且通常他们的仓鼠 是整间屋拿过来的 是的 有粉轮 他说是风的一个龙 他拿一只老鼠出来 这么大 他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 这么长 这么大 这么长 很长 真的很长 什么色的 灰色的 白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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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 白老鼠也这么大 为什么它会有呢 因为有些人会找老鼠来猥蛇 他们会救这些老鼠 也很好 其实是很好 那些这么小的 本来人家蛇吃的 那些这么大 他的样子也是很可爱 很大 不是,蛇真的吃这么大 但很好 他也会帮他 他会帮他 你还改名字吗 他叫米蝎吗 我是这样叫他 米蝎 米蝎 然后你真的继续治疗 怎么来到看到他那一刻 我那一刻 当然要顾坐镇定 你害怕的 内心就… 我不是害怕的 但是… 咬吗 我是咬的 有时跟主角的 我觉得挺有趣 有一次有个男孩 很瘦的 他拿了一只罗威娜 一只脚流血 有个伤口 然后带了进来诊证室 在房间静静地站在这个角落 狗就在这边 那只狗就… 这样 他就说,不咬人的 但是他会咬的 他会咬的 他说不咬人的 但我… 我坐在那边 我看一看狗 狗就疯狂吠我 是 是 他在那个龙里 不是,他在外面 他想撲过来 那谁拉着,谁拉着 他很远 有条线就拉着 没意思 然后他就在… 离远地拍他 幸远 不想咬,然后就縮 是 幸远就… 其实我们也很害怕 那怎么办 最后我们慢慢在那边聊天 然后慢慢在那边走近 幸远 他也会吠我们 我们又走两步 下一步走两步 很好笑 然后慢慢走到那边 就夾着三个男孩 夾着 夾着幸远的一个 夾着 另一个就按住 然后我打了麻醉针 就完成了 然后就完成了 那有没有旺季的 我想问一下 什么节日… 有什么节日… 时节 冬天 冬天 草物容易特别病 也有 其实有些人有点 比较新的 例如暑假不太旺 过完年的时间会静一点 三、四月就静一点 跟人一样 其实不是 因为冬天 所以动物都会病 关不关事 还是新年不流看医生 夏天会比较多中暑 狗狗中暑 对,狗狗中暑 对,狗狗中暑 我想问一下 如果有些年轻人 想做兽医 你有什么计划 或者意见给他们 有什么计划 努力读书 努力读书 真的要努力读书 因为都很难入 而且入到那些 要求很高